我 你 我就直说吧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呀 你说你有男朋友 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你永远不会喜欢阳兰行 现在这算什么呀 心口不易 你也太 我知道你想说我什么 其实你说的确实没错 我说的当然没有错 亏我还信任你 给你画眉毛 还给你送眉笔 我真是太单纯 李小姐 真的非常感谢你 当时为我画眉毛 画得真的特别好 但是吧 这中间确实有点误会 我跟你说了 此一时非彼一时 那时候我不知道 他就是我男朋友 够了 我不想听你这些 不合逻辑的解释 我就直接跟你说吧 我今天约你出来 就是希望你离开他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这种时候你不得开个架吗 挺苦难是为了钱呀 哎呀 其实也不能全算是吧 主要是吧 我平时在实验时代的 真的太无聊了 我好不容易就遇上 今天这样的剧情 我挺激动的 咱们按照流程 可以走一下 你也不用故意的 给我动拉西扯到 现在这个局势 想比你比我更加的清楚 如果事情这样的发展下去 很难说杨兰行的职业生涯 能不能保得住 他现在需要的是 像我这样的人 我有上千万的粉丝 在这舆论上 我有绝对的发言权 我随手转发一条微博 就可以让一边倒的舆论 立刻变了 而你呢 你能为他做什么 你说得对 我确实什么都不能为他做 他也不需要我为他做什么 退一万步说 有一天他真的山穷水静了 人还有人父母呢 轮不着 我们俩在这儿为他操心 再说了 就像你说的 你微博那么多粉丝呢 人又长大好看 还会画眉毛 你何必为了他 坐在这儿跟我说这些呢 行了 我话说完了 杨栏行呢 最近刚做完手术 需要早点休息 我要回去陪他睡觉了 拜拜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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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